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个非盘来到4-5% 这么多 而且在前一波台股反弹上来的前几天 融资都在减 所以我会认为在这个地方筹码面的一些清洗震荡整理完过后 有慢慢的让盘势稳定 那第二个你再去看 IC设计 因为昨天跌最深的科技股 这一波也是 但是你看科技股 以台湾IC设计来说 像是今天的创意 瑞育 尤其你看创意的部分 今天很早就马上的黑翻红 甚至从日K的形态可以看到 创意的股价还在往近期 就是不断创近期的波段高 所以我会解读就是说 对于这些半导体类股 中上游的这些IC设计股 好像这种卖压有宣泄完毕了 因为要看台股有没有落地 一定是从最弱的 先前下杀的这些弱势股来看 已经有一档一档 像创意这种都已经浮上来 而且它还是高价的IC设计 所以我会比较景象解读 就是说台股是落中透强的味道 当然指标股 甚至是说从人气来看的话 或许电子还不是像去年那一种 这么具有人气 反而是一些在产业面 营收比较有 所谓前景性的族群 它的多头的活种 比较能够续扬的 如果以今天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像是 汽车领主件 尤其是在AM市场为主的 这些公司 像是耿鼎 东阳 提维西 我们大概看一下 他们的日K线就知道了 像是耿鼎这一波 就是跟大盘是 完全走自己的路 耿鼎这一波 从财报公布之后 股价往上 尤其在今天 现在目前还大涨7%之多 那我觉得有个原因 其实他们 手机的营收都很好 其中最大部分因素 来自于二手车市 现在是特别的行 因为汽车缺晶片 很多人买新车不想等 甚至等太久 等不及了就转往二手车 去做一个交易 所以这种AM市场的一些 板金零主件的更换需求 开始拉升 甚至有一些车型 就是市场更热门的 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 在台湾 中国大陆 甚至欧美市场都有这样 二手车的价格 讲有些夸张一点 比新车还贵 当然是在一些特殊款的部分 但是普遍来讲 就是今年二手车的叠价的幅度 跟新车已经差距很小了 几乎是这种 你开了一年 保养的还OK 拿去卖 跟新车的价格 根本不会差太多 所以整个二手车的车市 复苏的情况之下 刚刚谈到 梗鼎这一波的上去之后 财报很好的 像是1522的提威西 提威西今年手机 缴出来3633的成绩 尤其它第一季赚0.88元 比去年一整年赚的还多 你没有看错 我提威西一季赚的比去年还多 所以你看提威西最近的日K的一个形态 也是非常的一个强势 去年它赚0.62一整年 那2022的第一季 它就赚了0.88 所以为什么最近股价的走势 会这么的飙悍 就是来自于 真的是财报进步非常多的公司 那如果先前的股价 没有涨 那自然我觉得 还是会有这种所谓去基本面跟股价 它还是会match在一起 就是说真的 位阶又低去年都没有涨到 结果回过头来发现 是一个获利成长性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股价自然就有这样的一个力多推升 甚至你看像1319的东洋 东洋的日K也是连三红 然后均线做一个突破性的这种 算是我们常讲的那种均线纠结的翻阳 也是很强 东洋也是在这个板金 相关汽车零配件的大厂 然后刚刚谈到的跟顶 尾盘又拉起来 又攻到掌底 所以我会觉得 在这个所谓 算是 AM市场为主的零主件厂商 目前看起来整体的运营状况 应该会是相当好 那第二个也是 昨天在股价现场我们有谈到的 算是比较外销产业的高球这一块 因为毕竟高尔夫球这两年 不管是疫情的推升 市场的一些流行脉动的情况之下 高尔夫球人口不断的攀升 你看像今天的 明洋的部分 或者像大田 今天的股价都相对抗跌 尤其像明洋这一波股价 已经先行做一个公高 你看8420这一波 五日线 以今天来讲 这种强势股 有时候比较担心叫强势股补跌 因为大盘大跌 你先前没有跌的 可能在大盘大跌之际要补跌 结果它不仅没有补跌 今天很快速的就是 拉一根红棒 随即的黑帆红 因为毕竟以它今年来看 四月营收是写历史高 年增45% 五六月甚至到下半年 市场在预估 可能是逐绩的跌高 因为 它就是高尔夫球的球 对不对 对它说高尔夫球的 小白球的 小白球 那它小白球全球市占大约接近三成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波为什么是真的很强 就是沿着五日十日线就是45度角往上 业绩 EPS的支撑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明阳上去之后 昨天在股市现场我们也谈到母公司就是明安 明安最近这两天投信也跳进来买 蛮特别的 我说的特别是投信 过去对这档股票关注度不高 但是这两天却跳进来 而且是股价在创历史高的时候跳进来 不知道投信会不会最高 还是后面还有高点 我们可以去关注 但是投信会在这档股票跳进来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来 不仅是有明阳的母艺指柜 甚至本身明安的获利也相当好 我相信投信会跳进来 也是卓宇云他的本益比真的很低 因为第一季就赚了三块多 圈年可能赚到13、14块 好像本益比十倍 真的十倍都不到 所以他的空间 我相信应该还有 那昨天有谈到 比较高价的就复生应用 那复生应用因为真的 我会觉得因为比较高价 在市场比较空方整理之际 这种高价股 自然不会得到市场买盘的青睐 但是他算是高尔富球赶投 跟明阳是做小白球的 那复生应用明阳是做这个 高尔富球赶投的部分 这一块来说 我觉得他今年的获利 应该赚EPS28块到3个股本 都不成问题 所以复生应用的部分 也可以去关注他的补涨 那另外像是这个 8928巨名的一个部分 手机就赚了两块 是历年的次高 你看巨名这两周以来的股价走势 跟刚刚谈到的 明阳很雷同 你看巨名的股价 这五日线几乎就是碰到就上去 碰到就上去 连今天台北股市跌了300多点 它都没有跌破 你就知道这个背后的买盘 是非常的一个强劲 所以从目前来看就是说 跌生IC设计已经出现的 初步的不再破底 所以我会认为这个盘 落中透强 然后强势股还能够 持续性的垫高的话 那代表多头的行情 应该是说强势股的多头行情 还没有结束 即便大盘这样下跌 所以我倒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来看 就是趁着这种比较 受国际股市影响的利空拉回 那一些业绩股 基优股反而拉回来 我认为是站在买房的 好 那最后30秒 我们也可以看到 因为今天真的都是 比较能够零星点火 但是细晶圆的一个部分的表现 似乎也给贵买指数 带来比较多的一个火血 对 没有错 因为像刚刚谈到 这一波其实半导体率先反弹的 其实在上游细晶圆的部分 那时候台胜科也是率先发动 因为当时也谈到就是说 未来这几年产能都被包走了 然后再生金源这一块 最强势的是中砂 因为中砂这一波都是维持在一个多头架构 这个季线都没有跌破 然后今天串出来的是8028的生养半 生养半的部分 外资连四买 今天也是蛮强势的 是一根带大量的红棒 看起来要去挑战前波的平台 所以这些族群的转强 跟我刚刚谈到的IC设计 我觉得是同样的逻辑 就是比较半导体上游的这一块 细晶圆 IC设计 都已经看得出来 很多已经是均线的转强 甚至有些是没有再破底 就是底部都浮现的话 那代表说 废半昨天大跌5% 对台湾的这些半导体类股 都已经不怕了 因为今天很多还能够游黑翻红 那我觉得底 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角度 可以去比较合理的推估 底部已经见到了 所以再回到金源代工这一块 金源代工从昨天我们也有聊到的 类似像联电 联电外资这一波的一个 连续转买的情况之下 我会认为底部已经都浮现了 尤其从4月底那一个倒转反转 4月28号 那个时候倒转反转之后 外资连买了两周 然后昨天是站上季线 今天开盘虽然季线失守 不过中场去观察 季线大概在50块45 现在是50块5 早盘原本好像是留一个跳空的缺口 结果今天联电是收一根红棒 季线如果又站上的话 那多方的企图性是非常强的 所以你再看到像是昨天股东会 也释出来蛮乐观看法的 像是2342的帽戏 帽戏也谈到因为 车用晶片这一块的接当是非常的好 所以产能目前到第三季前都是满载的情况 而且他第一季赚了0.85元 也比去年同期大增两倍 再加上整个中美金集团的资源 益助之下 对于他在车用领域方面的接单 我觉得是可以比较乐观去期待的 所以刚刚谈到这几个半导体 不管是锡经元 IC设计 代工等等 看起来整个形态都已经慢慢 从过去的空方式转为多方式的情况之下 我会比较认为台股在今天 看起来有落中透强的味道存在